遇到像這樣子比較特殊樣式獨具風格的花器 是不是常常不知道怎麼駕馭 我們會希望可以用比較輕巧的花 然後去完成這樣子的創作 大家好 歡迎收看花育小學堂 我是Hana 因為店裡有蠻多客人都會拿這支 喬治傑森的花器過來問我們說 喔 家裡有這支花器 然後應該要怎麼插花 或者是要怎麼選花 我們今天就直接實際買了一支 然後來示範給大家看 它的屏口是比較寬的 比我一個手長這樣子 你看很大 然後再加上它的側面有一些弧線 我會希望可以保有它的弧線展現 可以用比較輕巧的花 然後去完成這樣子的創作 那所以我們今天會搭配使用的架構是鋁線 鋁線我會選銀色的 因為它的不鏽鋼也是銀色的 不會那麼突兀 然後感覺是非常和諧的 我們需要注意的一個小技巧就是 因為它的口徑非常大 所以如果你只是直接放一團鋁線在裡面的話 你也會很難去插座 那我這邊使用的是兩段式的鋁線 首先我們需要先在底部 把鋁線弄成一個類似球體 就是一個雜亂的架構在裡面 讓它們是互相交錯 但是可以撐在裡面的 那你要注意你的鋁線不能太密集 不然你的質感也插不下去 它最好是要有一點立體球狀 然後彼此有縫隙 但是又不能太密或太酥 這樣一個立體的球狀 第一個我們就是先做一個球體 第二個則是一個片狀 就是讓它在這個口徑上 所以你要讓它就不用那麼立體 可是它的面積要稍微大一點 那我們就把它弄成一片大餅乾的樣子 一個是蓋子一個是基底 那一樣我們不能過密 太密集的線會讓你沒有空隙可以插滑 太疏鬆的話沒有架構的效果 沒有可以卡住的效果 彼此間的縫隙要拿捏一下 差不多是這樣 那我們要先準備一個球狀的鋁線架構 然後第二個我們要加一個片狀的鋁線架構 這樣子在瓶器裡面 一個球體在底部 然後片狀的折蓋在上面 球狀我們把它塞在裡面 它是會穩穩的卡在這個瓶子裡 這樣你看它也不會動 接著準備一個片狀 蓋在上面 你可以稍微丈量一下尺寸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從側面 我們一樣保有花器的樣子 它同時具備了它的功能性 但是也同時具備它的裝飾性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插花了 首先我今天會使用的葉材是 綠檸草 花材兩隻左右的羊結梗 淺粉色 接著我們在同色系上 還準備了不同花型的 澳洲虎尾 一點點綠色的百日草 它就是一個非常鮮豔的綠色 首先我們可以先插綠檸草 它們就會穿過你的第一層片狀架構 然後只從你的下面球狀的架構 再把腳卡住 所以它就會這樣子穩穩的站著 你看好可愛啊 好那我們就一樣在整個作品裡面 你可以先插入大袋形狀的綠檸草 我們在新年嘛擦畫的時候 總會希望這個顏色是非常亮麗 勃勃 有新氣象的 所以我選綠檸草 它是一個非常輕柔的綠色 然後很有跳動感 會讓你感覺滿滿的活力與朝氣 如果你想要再多一點 你也可以再讓它有一點線條出來 讓它往左右兩邊 好那我們葉子完成之後 就可以來加入適量的楊潔梗 我們先剪一下楊潔梗 那它一隻這樣子會有一點多花苞 所以我們也是需要適當的取捨 這一隻小花苞不要 我會希望它整體是更輕柔精緻的 這一隻花苞也不要分開 最好是還可以再剪一朵花起來 但我知道你們會捨不得 來 是不是滿可愛的啊 我希望它是一個四面的作品 因為它的整個花器也不是單面的設計 不管你轉到哪一面的時候 都要有正面 也就是說它的花不能只於一個高點 然後就停止 所以它要有低點 再有一隻高的 然後再有一隻低的 來轉一圈 就是你們要讓它四面都有花朝向你 那我們就來加入澳洲胡尾 那它的分枝基本上是長的 所以你可以剪下來使用 然後我們也要把它的葉子盡量去除 那它就會有彎彎的線條感 所以你可以好好的觀察 並享受它每一隻的線條 然後擦在你想要的位置 那我想要它往外彎 所以我讓它擦在這 就會有一個嗚 再來剪一個小尾巴 垂垂的去剪椰葉子 好那我們一樣記得 因為它是比較跳高 然後線型的表現 所以我們要記得不要讓它對稱 就是這邊有一隻嘛 你不要讓它第二隻是這樣子 這樣看得出來嗎 對稱這一隻這一隻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這邊插一隻胡尾 你可能要讓它下來一點 或者是就讓它更高一點 這樣就可以 不要讓它們對稱 或者是你把角度轉一下 不要剛好它是一個長的 旁邊又是一個彎的 這樣就會完全對稱 所以你可以讓它轉一下角度 都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然後就插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位置 這一隻就是很高的 我就可以試試看 來 這邊就有點太多了喔 來 這一隻 你也可以只要這一個小的 然後把這一隻更高的捐起來 然後它可以去旁邊 讓它下降 也會有不同的效果 OK 那我們前面還插一隻 這邊 前面可以再加一隻 這裡 好 然後如果不知道長度 可以慢慢修剪去比一下 然後因為它有一個線條 所以你們可以去好好的欣賞 你們自己的作品 你想要它這樣子 往內是很有精神的感覺 或者是你喜歡它 是這樣子往外 更有延伸感 都可以的 那我應該是會讓它往上 所以完成了 最後一隻 如果你想要擦一個單純粉色也可以 但如果加一點亮亮的綠色 你的整個粉會更活力飽和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適當的加一點 然後我應該是會先加一隻 好 我推在這 好可愛呀 好 然後再幾個小的 這裡面也插一隻 第三隻你就可以再插回另外一面 就是讓它們一個膏 然後一個面 另外一個面這邊也插一隻 就會轉到哪裡都有 完成了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欣賞這個 結合花語氣的新年花藝作品 它帶有一個獨特的氛圍感 彷彿把所有的祝福都凝聚其中 那如果你也喜歡這樣子 具有設計感的花藝創作 這次花禮的新年課程 也有以喬治結生的花氣 做一個華麗澎湃的插花作品 歡迎一起來店裡面體驗插花的樂趣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了幫我 訂閱花禮的粉專 IG 以及我的IG 不要忘了訂閱花禮小學堂 並開啟小鈴鐺 記得把影片分享出去 我們就新年快樂 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